尺寸的日常 吊兄 咱把督骨前辈 埋箭的这个斗给倒了吧 看看他留下了什么武器 哦果然有一把 但这不是个手电筒 我去吧 前辈咱俩混的是一个江湖吗 你拿这个武器 你愣没应过是吗 你探什么气 那是一个探气 就能解决的故事吗 哎不对 万一这只是个壮饰品 它根本就不是 我想象中的那个东西 对吗 果然是啊 跟我想的 弯弯全全一点都一样 哎 一点都一样 吊兄 督骨前辈留下的这几把剑 有长有短 有轻有钟 我该怎么选呢 难不成你让我选那把 最长最重的 你锁的太对了 吊兄 这样一来 我既能锻炼神体 又能给敌人带去 强大的震慑力 那我就选这把 AWM了 跟文威样选 哎 跟文威样选 吊兄 你看前面出现了一条巨蟒 跟巨蟒搏斗 那个少女好像是我姑姑 姑姑 是你吗 啊 姑姑 十六年后再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一起玩风光神哦 姑姑你挡走 我给你抱操 哎 吊兄 这次我拿脚牙子抱着脚子 你操操 咔咔 何妨要你 我一眼就看错你不是人 大卫天龙 师父 哎呀 挺威事的 你死了和开本 吃了人都远点 我代表了歌坛式的正 一束手就擒 咔咔咔咔咔咔 难道我杨过 今日就要命丧于此了吗 啊 这位雕兄难不成你是来给我送蛇胆的 看这个面相 这个人他也有个姑姑 哎 也有个姑姑 大老白 你赶没睡觉 你把那三鸟虾驴惯了行吗 我又做些梦了 知道了 哎 真是的 嘎嘎 嘎嘎嘎嘎嘎嘎嘎